HELLO 今天是 5 月 11 日 距離我上次再有 VLOG 的更新 已經是整整一個月了 沒想過在上海的鎖鎖鎖鎖鎖鎖了 正正現在來說已經是一個多月了 我因為有一個項目要建立後 6 月要建立KL 原本想著 5 月底離開上海 但這幾天剛剛有新聞 新的政策是如果一棟樓有人正確定的話 可能整棟樓都要拉走 雖然那些是老房子 我居住高的大廈 但都怕政策會有時很過分 所以經過同事研究之後 都決定提早點離開 我決定星期四就離開 所以今天就開始我的 72 小時離開上海的安排 現在第一件事 就是去我自己居住的小區居委會 申請告訴你我要離開 提供一些文件 第一就可以明天給我出去做核酸 第二就是要到星期四的時候 肯做出門證 可以讓我離開小區 我出去之後基本上我回到上海已經七月了 這裏就是我們的居委會 我現在嘗試去找一找 看看有沒有老師在這裡 再跟他申請 第一步失敗了 因為那些老師就不在這裡 現在聽說小區在另一邊 又在做核酸 因為我今天是我自己的房子 沒有做核酸的 所以現在我想過去試試 可不可以接進去做一個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明天可以出去 我先去港澳通行鎮 知道了 你先去我邊那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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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出去 我首先要有我的機票 我訂了一張OneWay 是上海香港的 然後另外自己手寫一份 叫做承諾書 那承諾書是什麼呢 那就是說 你要說你自己住在哪裡 跟著就是說你什麼理由要走 然後就和 最重要是一項承諾什麼呢 就是說承諾在上海的疫情 未解封之前 你是不會再回來的 這樣他才可以讓你出去的 所以這個承諾書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到星期四的時候 最後的就會是一個交通的安排 就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因為現在市內還是不可以有車行 那些車其實是 每一個都是有通行證 他可能只可以在某一些區 那裡走的 還有區與區之間 很多都已經有Hard Barriers 就是硬隔離 譬如我現在是徐匯區 我旁邊的馬路就是黃埔區 他們是有攔住的 變成你不能跨區的 所以我現在的方法 就是我找了一個朋友 星期四就會載我 由家去到紅橋機場 紅橋機場之後 我就再搭那些機場大巴 然後把紅橋挖挖挖挖挖挖 坐到去浩東機場 這樣就可以走 這個是一個稍為適妥的方法 如果找一些普通的車 有可能如果通行證是不對 不合規矩的話 就卡在高速公路上 你就沒辦法去 所以就有少少危險 所以我覺得寧願遇過少少許時間 自己用一個安全的方法去走 下來還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我樓下有個小小的居委會 有個鄰居看到我的訊息說我要離開 知道我家裡有貓狗 就送了一部自動的貓廁所給我 叫自己來拿 就是這個 所以我現在首先要把這個東西搬回家 完成了 裝好了 沒想過怎麼搬廁所 原來是坦克車那麼大 看看這個 裡面可以在廁所 然後就可以自己清潔 我失敗了 因為我要來做一個出境用的核酸 原本以為是機票所以帶了就可以了 誰知道他來到要求我 要我拿我的護照 所以我就沒有了 因為我不知道要帶這個 所以等一下要回家 再拿一個再來 好麻煩 剛才去了瑞清醫院 即是瑞金醫院 因為時間11點 人家的午餐時間 我就去了另外一個 現在就來到中山醫院 那裡 中山醫院基本上是 上海市中心最大的一個醫院的 complex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我被人點來點去之後 現在就要走 我已經走了大概一公里了 那就要再看一下 找正確的入口在哪裏 應該是這裏了 已經離開了去主院 大概400米的範圍 我見到 這裡就有寫著 核酸採養的入口 那所以我就 進去看一下 那就等於說我要從這個 紅綠燈 右手轉去門診 到門診去 你拿了這個護照去辦卡 辦自費的卡 然後就走個跟這個 常態這個登機做那個核酸 做完以後就沒了 然後明天過來的時候就 你在大廳就是門診 人工從我付費 你就把費用 二十五塊一起付了 那我明天過來哪裡取打印的報告 明天你有英文報告 這裡是中文的 英文的直接進去到 裡面的十號傳訊打印 十號傳訊 就是檢驗課的十號傳訊 在門診大廳 一些老檢驗課的十號傳訊 打印好以後就找你在家 在這裡做邵導演 好的 謝謝 那我現在過去 謝謝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有睡覺啊 這樣嗎 現在又要被點去另外一處 因為他說這裡的電腦壞了 不知道 那所以 那我現在呢 就再去 哇 前面大概 兩百米的一個 門診的大堂那裡 就再去闖關了 我要做一個出境用的那個 核算那個報告的 就是呼叫 我給你辦法到外面去 對對對 我問過了 知道的 你名字怎麼寫的 寫專門還是這個嗎 都可以 中英文都 英文吧 那你的要求啊 我是要付多少錢嗎 到外面 好的好的 謝謝 那現在就付完錢了 就要再過去 回到剛才那裡 就再做核酸了 那呢 終於呢 千辛萬苦 已經做完核酸了 那現在呢 下一站呢 就是去我自己的 寵物店 就去拿一些物資 那就回家 因為呢 我就把貓 和狗 就放在家 就叫了一些鄰居去照顧 所以呢 因此 要很久的時間才回來呢 所以我就想回去過頭 看看有些什麼可以拿 那就拿回家吧 那這幾天呢 因為現在都還在lock down 其實沒有車可以坐的 所以呢 我幸好呢 就有我的朋友呢 就可以接我周圍去了 那我現在上一上車先 好久沒有回來啦 終於回到店舖了 那現在呢 你看到 全部小區這裡都沒有人的 那然後呢 這裡都做了 我們現在開始呢 上海呢 都有做叫做 叫做長鎖馬了 那其實就是安心出行啦 那呢 好久沒有回來啦 好 快快收拾 收拾好些東西先 那今天就已經是五月十二號 現在是十二點半 那今天下午兩點鐘呢 我就會離開我住這裏 那接著呢 就出發去香港的了 那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兩點半 兩點鐘的時候呢 我先去昨天那個中山醫院 那就是去了 拿回我做那個 核酸報告的print copy 那接著呢 我就會去紅橋機場 那紅橋機場之後呢 我就要坐紅橋機場的那些大巴 就坐一個小時 就去到浦東機場 去到浦東機場之後呢 那我就可以去到 去確認一下 那我的航班 應該是晚上七點幾 那所以其實都 計算下來 差不多十點鐘 去到香港 再加回可能兩三個小時 做到時候的核酸 然後再去到酒店的話呢 那其實這一轉來說 差不多 今次回香港是要 差不多足足十二個小時 那現在呢 我就可以讓你們看看我做的東西 那就是準備了 就開始要執行李了 那昨天晚上開始 因為今次要出去一個多月 那所以呢 就執了很多東西 那這裏這些衣服 然後是護符品 那些電腦的線 然後執了兩雙鞋 然後有些日常要用的東西 那最重要就是有口罩 還有我要做要用的電腦 那些器材 那現在呢 就準備呢 就把它放進去之後 那基本上就希望可以 還有少許時間 去清掉家裡的垃圾 那然後呢 就可以出發了 那呢 給貓貓呀 狗狗的東西呢 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現在就開始執行李先囉 那呢 那呢 經歷了一個小時 剛剛這架巴士之後呢 那我終於來到浦東了 那現在呢 就稍微休息一休息之後呢 就闖下一關 就是去Check-in 和去登機了 那現在呢 是下載4.54 那我是7.2的飛機 那所以我有三個小時 那就是三個小時 那是有足夠的時間 那我們一起再下一關 好 好 千辛萬苦 終於進到來浦東機場裡了 由我三點鐘上車 到現在是五點半 總共用了兩個半鐘頭 才可以來到這裡 Hello 那現在呢 就是 五月十二日了 下午的五點半 那基本上呢 我終於呢 就完成了所有的手續 然後呢 就進到來浦東機場的公共區域了 那現在呢 就是六點二十分至六點半 就會開始Bording 那我就要去 郭泰那個閘口 那裏就去準備登機 因為呢 現在機場呢 基本上是沒有了所有的餐飲 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 這裡的餐廳呢 全部都是山泰 那以前呢 我們常常在這裡 如果來過上海的人就知道 那些Airport Lounge 在上面那一層的 其實都是 完全都是沒有了的 那呢 由今天開始 我其實是兩點鐘離開門口 那現在就五點半 基本上 我就用了一個鐘頭 就去到紅橋那裏 那裏 然後呢 坐了一個能鐘頭車 然後這裡呢 就要一關一關過了 可以回覆一下 需要準備的東西 那來到這裡呢 你就要掃一個叫做新的場所碼 那就要證明你可以進到機場 那跟著呢 就要去Check-in Check-in跟正常就差不多 要有你的核酸 跟著還有你的機票 然後就可以了 然後呢 在進去之前呢 入海關之前呢 那你就要有一個海關申告 那就是在手機那裏做的 那所以呢 記住 WeChat是一定要安裝的 那填了之後呢 就還有你要記住你那些打針的日子 因為裡面要填的 那然後 再進來 就去做 Check行李了 Check行李 比以前仔細很多 所以差不多每個人平均是要5至10分鐘 那最後就進來了 那現在呢 我看來我都是沒有東西吃 那希望去飛機那裏可以有東西吃 因為今晚呢 我就7時10分的飛機 然後去到香港呢 應該就是9時55分左右 那然後 那我還要立刻現場做核酸 那等到結果才可以離開機場 那再去酒店 那基本上呢 去到酒店我估計都起碼都要一兩點了 那基本上就是說呢 這個上海去香港呢 Door to door呢 其實是要12個小時的 那比以前是差不多多了 一倍又多 那所以 就自開看一下 一會兒相機會是情況怎麼樣 Dina is the first aisle and this is for you Thank you Hello 那這個就是我的晚餐 我選了海鮮飯 那現在呢 就先吃了東西先了 Can I get you some coffee tea? Ah yes Coffee me now Just wait Just wait Just wait 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要在這裏 等核酸報告的地方了 現在已經是5月13日的凌晨12時半了 那呢 終於呢 就做完所有的核酸了 跟著拿了行李 現在呢 又去搭機鐵了 那應該是12時45分鐘有班 那呢 這次經歷了很長時間 因為其實 今天是 早上6時半 起床 開始準備 一路到現在 這樣 其實都已經是說 18個小時了 那但是呢 這次是 Covid開始之後呢 兩年零三個月 第一次回香港 其實都 其實都 有少少 都幾特別的感覺 又沒有什麼特別 很錯誤的 但是 始終都很久沒有回來 希望這個 以來的10天 可以呢 好好地和家人 或者朋友可以見面 那 我這次 這一個 回來的 Vlog 就到這裏了 然後呢 下一個Vlog 就可以和大家 介紹一下 我住的酒店 和回來香港 要做些什麼 那 多謝大家 陪我從上海回來香港 那 下次再見 拜拜 是 我 就是 你 我 你 那 這 谢谢大家